在贵州尊义竹园村的一座偏远大山里 有一个八岁的小女孩王安娜 她凭着自己瘦弱的身躯扛起了一个家 王安娜妈妈在她一岁时离家出走 爷爷在2016年去世 现在这座简陋的小屋里 只剩下90多岁的曾祖母和行动不便的奶奶与她相依为命 每天清晨 王安娜都会带着被篓和小厨头去种地 然后给曾祖母烧水做饭 洗脸洗脚 每当奶奶不开心的时候 安娜总会用自己的方式陪伴在奶奶的身边 懂事的王安娜虽然没有父母陪伴 但她正用她的乐观和坚强承担着一个家庭的希望 让我们为这位孝心女孩点赞